我们看这一题 它让你分配求出点3是2 X座标是3,Y座标是4,这座标是2 关于X轴,然后Y轴、Z轴的对称点座标分配 对称与X轴的对称点座标多少 首先我们看 这个P点投影在X轴上面的 它的投影点就是300 300 然后它跟另外一点对称与这一点 另外一点对称这一点的话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要等于这一点座标 这个叫做P' P' 它的座标叫做SY轴 那么这两点的中点座标就是300 也就是说你XY轴加上多少呢 3,4,2 它给它除以2 这个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300 300 所以我就晓得说 所以我就晓得说 这个X加3等于6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除以2 这X加3 除以2 等于多少 等于3 然后Y加4 Y加4 除以2 等于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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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晓得说 所以就晓得说 它这个X座标 就对称点的这些座标 等于多少 也是等于3 3加3除以2 是3 然后呢 它的Y座标 除以6 根基座标 刚好加个乎 为什么 因为两个加起来 要等于0 也就是说 Y 这会等于-4 Z Z 会等于-2 也就是说 这两点的话 对称你这一点的话 这个座标是等于3 那-4 -2 -4 -2 这个是对称你的X軸 对称X軸的话 这两个X座标一样 然后呢 其他Y座标 X座标 就符号就相反 那一样道理 对称Y軸的 这我叫做P double plan 就是说 Y座标没有变 Y座标没有变 然后其他两个座标的变号 -3 -2 然后对称引擎走的话 就引擎标没有变 Y座标二没有变 Y座标二没有变 然后其他两个的话 就变号 -3 -4 -3 -4 这样就是答案 这样的话就答案 这个一个-3 -4 -2 这个就是答案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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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